Ri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有趣的比賽地圖 這張地圖的證明叫做 非洲臨終空地 但現在天梯地圖跟單挑裡面團隊都看不到了 那如果喜歡這張圖的玩家們 需要在這個自己開房間 才可以找到這張地圖 那今天是母親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自己的媽媽們 去過一下節呢 那我自己有跟媽媽稍微過了節 在前幾天我過了個一起 那我覺得人真的是老了 家人也是蠻重要的 有空配配家人吧 好 我們回到比賽 那這張地圖比較特別的是 跟一般天地比賽地圖是不同的 它的魚群是比較多的 這個多到有點懷疑人生 這個 這個魚裡面是怎樣 我印象中的非洲的河裡面沒這麼多魚的 還是其實非洲的河裡面真的就是有這麼多魚 是我認知錯誤 這才是真正的非洲裡面該有的魚 好 那這張地圖其實跟游牧一樣 就是一開始你要拉村民去蓋房子 啊不是蓋房子 蓋這個TC 城鎮中心 但是呢 它這個跟一般的海徒不一樣 你是沒辦法蓋碼頭的 所以你就只能把所有的村民拉到同個地方 然後直接集結 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一開始也要先補一個房子 然後要開始補魚 那通常都是補在這個中間位置 那之前有高手講過 像白河他們的 還有一些比較高盾玩家們 他們會說 盡量不要離這個牧區太遠 你可能可以蓋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 盡量不要離這個牧區太遠 不然你的村民 如果你一開始就蓋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不能補魚 你的經濟就會很差 這張地圖都是稍微要練習過的 看其他人也是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就是裏幕區是有點近的 然後都是 但是都是蓋在這個 這個什麼 圖的旁邊 就可以一直撈一直爽 這個算是這張圖的一個開局的細節 那當然會玩這張地圖的人 都已經算是 算是職業等級了 沒有職業也是有業餘 快要接近職業那種等級了 所以他們的實力 都不用 不用質疑 他們就是 很糟糟 要開始玩這張地圖了 好 那這張地圖的話 其實除了魚之外 也是有野生的木可以吃的 其實跟一般的這個 遊牧一樣 這個還是有野外 會有這個牛啊 犀牛 大象啊 之類的可以吃 也會有這個羊 那羊一樣都是拿來探土的 那金礦也是有四處分布的 所以就會變得很有趣 就是大家的位置都會不一樣 沒有海戰可以打 就是純入戰的遊牧 這樣想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日本這邊的團隊 選擇的文明吧 日本人在這張地圖的捕魚來說 並沒有特別亮眼 但是他這個捕魚速度很快啊 你看這個漁民 這個捕魚速度跟鬼一樣 雖然沒有辦法造魚場 稍微nerf了一下他的能力 但是在這張圖來說 他還是蠻有巨大優勢的 然後他能空好每個湖的話 能一直補湖 補到地龍時代 他的優勢就非常巨大 那日本的話 後期可以出日本武士 馬攻 還有這個強奴 劍兵 我是極兵 騎士線爛了一點 其他都還行 後期還可以打這個團隊的劍塔攻 這個大型劍塔攻也是 日本的拿手好戲 好 接下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他隊友有點遠啊 哇 這個這麼遠 還有最上方是這個葡萄人 葡萄人的話 在團戰還是會打這個 風琴砲居多 打騎士暴龍 打出對方有優雅的文明跟駱駝 所以基本上 葡萄人打團戰來說的話 還是偏向你工程器跟強奴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那由於他有所有的黃金單位都減20%的效果 所以風琴砲跟這個 強奴其實都可以存下蠻多錢的 然後後期再蓋他的港灣大商戰 打一個資源戰術 也是很適合的 那在團戰來說的話 無限資源戰術好像並沒有這麼行 而且用起來有點綁手綁腳 因為你一蓋他去之後 你的團隊就會順勢集戰力 因為你畢竟蓋一個需要20人口 所以導致你的兵力會少於別人 自然的團隊也會少出一些兵給對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綠色 綠色裡敵得很近喔 綠色是條盾人 條盾人的話是灑農田非常便宜 所以他經濟本身是不錯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的騎兵是蠻強大的 有這個遊俠 但是他沒有弱馬可以升級 非常慘 但是他每個騎士跟步兵 到城堡時大概開始都會加異防 是近戰異防 所以條盾人還是比較偏向於跟近戰單位互打 那由於他沒有跑速度關係喔 所以他有給他這個 免費的抗招響能力喔 而且是團隊加成 所以基本上有團隊的隊友們都可以吃到這個抗招響能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的文明是不列碟人 不列碟人的話是吃癢速度非常快速 可以提倒生死蛋 但是這樣地圖來說應該是打直層居多 當然也會有人會先去打封建騷擾 因為你只要封建騷擾出幾隻馬 有殺到幾隻村民還是蠻賺的 那不列碟人的話其實就蠻適合 去直接打這個高速封建 然後開殺村民 但是他要打肉馬的話就有點尷尬 如果他要升任馬波技也不太OK 所以走路線來說的話走工兵線會比較適合 如果旁邊有敵人的話 稍微可以出個工兵去小打小鬧一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上面就有一家哥德 可以考慮一下 那不列碟的話後期可以打藏過 不列碟工兵之外 還有這個巨型頭石機 這個巨型頭石機還有我們熟知的戰狼科技 戰狼科技點一下之後 其實在團戰也是蠻好用的一個存在 在後面一直偷偷用巨頭砸火炮 工程器跟建築物都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但是他活到後期也是不容易 因為他沒有拇指環 所以射速來說會慢一點 他是要混搭一些級兵 加上自己的常攻兵會比較適合一點 然後再加一些吸血兵去解一些工程器 他算是一個自立自強的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這邊哥德 哥德的話現在特色就是吃肉呢 像這個打獵 補這個大象啊 犀牛還有這個板馬鹿啊 都可以吃得比較久一點 那前期的經濟也會過得蠻好 不太需要一直特意去找食物來吃 但這張圖熟期蠻多的 所以他這個特色能力 在這個情況下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效果的感覺 但是一個好處是 如果他打直層的話 他是可以直接少一批 然後直接上直層 那像是22批嘛 他像其實可以21批直接上 你看這個肉量 呵呵呵 對吧這就是哥德爾經濟好的證明 前期就會經濟很好 因為其實沒有在玩的玩家 或是沒有在研究世界裡的人 都會不知道為什麼 哪個文明經濟好 好在哪裡有點看不太懂 這其實讓豬肉吃久一點 或是鹿肉吃久一點 經濟就會好上很多 這個就很明顯 應該這個肉已經到900肉了 他其實可以21批或20批喔 直接點上 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好那日本這邊是打出了一個肉馬開 那日本確實打封禁肉馬開也蠻適合的 因為他這邊捕魚 我們剛剛講到 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好當漁民一直補一直爽 補更多沙西米 就可以出更多刺合 刺合也是非常需要弱的 好那哥德爾後期一樣 是打這個哥德爾衛隊 跟劍兵勇士 還有奇異兵的三射布丁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 但是他也可以打火炮跟火槍 所以哥德爾實質上到後期 也不是到非常被壓制的狀況 反而是有一點 你只要經濟能爆得出來 也不會遜射對手 只是你的單位要一直跟對手換 反正單位非常便宜的時候 一直換一直送其實也沒太關係 我們前幾天 vip的影片也示範了 哥德爾的單位一直送 真的是無傷大雅 好那哥德爾這邊直接上到了 城堡時代 哇這邊直接被兩家圍攻 很慘 但日本這邊肉馬也不算沒空好 有點送掉兩隻馬 只殺到一隻村民了 哥德爾這邊反應也是非常快速 那之前我們有教過一個打法 就是直接插箭塔的哥德爾防守戰術 那我覺得哥德爾現在可以考慮 這邊插一根箭塔 或是這邊趕快偷偷出去插一根箭塔 走住這塊金 趕快來挖金 把金塊挖一挖 然後再去轉出一些金技 去蓋TC 或是蓋一些更多箭塔來防守 會比較好一點 這張地圖又更適合 哥德爾來插箭塔防守農 這一個做法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他隊友紫色 紫色是區德羅倫 那區德羅倫的話 騎兵單位有外傷害 非常強大 還可以打這個閃避 可以閃避箭矢的騎兵 效果也都還不錯 而且後期還有沙迪利 可以減少軍事單位食物消耗 讓他到了後期 還是可以包出大量的兵 還針對對手 而且他的羊還可以放在模仿裡面 所以這樣地圖來說的話 如果羊夠多的話 他的經濟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接下來來看他隊友 他的隊友也是在上方的樣子 黃色 黃色是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在團戰來說的話 是扮演一個強攻路線的 就是需要 及早上到地龍時代 然後趕快出到這個遊俠 直接碾壓對手 然後村民夠多的時候 再直接轉播革命 看能淹多少家就淹多少家 這也算是 伯根地也算是團戰蠻強的一個文明 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火槍還有外自燈傷 火炮跟火槍傷害都很高 好接下來 看一下這邊 日本越打越兇 連驅逐人也被壓了回去 好這裡有頭騎士 把刺猴開打 但是後面有長槍兵 直接錯了一波 雖然被殺到一場 有點可惜 好最後一個是土耳其 土耳其在左下角這裡 哇這邊直接騎士開殺了過來 葡萄阿倫直接用騎士爆 開始壓對手 現在出了騎士跟 葡萄阿倫其實有點像 不是需要打火器 不是要先蓋動城堡 然後出火槍單位 出這個寶兵 來打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像葡萄阿倫剛剛我們有講到 可以出騎士跟弓兵 還有這個寶兵 最後這個減免 剛後期不能出騎士 但城堡出騎士可以出騎士來騷擾 好 那目前看起來 感覺 葡萄阿倫快要生無法治理 但這邊蓋下個TC之後 還是稍微 留一點呼吸了 但是被抓掉非常多寸 至少六寸 七寸要來了嗎 太慘了 葡萄阿倫好慘 好趕快蓋一個工程師製造所繁殖一下 快受不了了 好這邊團戰真的是太忙了 太多地方要看了 好 日本這邊也終於 快要上到這個城堡時代了 一千多肉 可以點了 好 學者路人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直接開下了3TC 然後這邊模仿總共有9隻羊 他這樣機會不錯 接下來看條順 條順算是偏防守類型的了 現在出攻城器 然後對方伯恩帝人出馬上清中兵 馬上清中兵也是非常難解的一個單位 畢竟他地下傷害非常高 哇 這邊直接抓到開TC的村民 屈酒路人可能要被日本打殘了 日本這邊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雖然自己是最後一個上到城堡時代的人 但是他這邊幫助隊友拖到非常多的時間 哥德這邊要繼續被捕獵巾針對 但是 哥德如果能上到城堡 哥德威隊出來的話 就可以有效反制補裂點了 接下來看一下正面這邊 屈酒路人出了一些閃兵馬 要來撐隊條頓 條頓現在被兩國夾擠喔 非常的難受 現在真的是生活真的太慘了 太苦了 拿上清裝兵一直撈 只能用這個聖旅招降 對方閃兵馬又來鬧 一直鬧一直爽 接下來看左邊這邊 那屠爾騎人也受不了 也直接出騎士 反制對手騎士 以騎人之道 反騎人之聲 嗯 是這樣講嗎 你出騎我也出騎 出騎不易 所以葡萄牙這邊也被殺了幾隻村民 然後出了幾隻騎士再反擊一下 但葡萄牙這邊喔 是沒有駱駝可以出的 但是這個誰 這個 屠爾騎人是可以出駱駝反制騎士的 所以反制來說的話 是屠爾騎人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好這邊 畢竟升到了城堡塞 轉出了奴兵 這邊要小心一下 這邊有駝車跟奴炮 下方這邊還受少量工兵 抓到了一些村民喔 快抓交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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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抓交不住什麼 好 是十二這一個喔 哇這個直接被 關起來啊 原來他們在笑這個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在笑自己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馬上輕鬆兵 被抓起來 直接自滴喔 不想給對手給羞辱 好 屈酒如人的閃避嘛 打這些不列電的工兵 就很有用了 讓日本的 的城堡兵過來解救一下 那目前大家都在瘋狂大戰 欸但是 條盾這邊突然反打了回去 因為馬上輕鬆兵 對於對抗對方斯安綠喔 跟頭側喔 其實不太好處理 那除非數量夠多才能好打 那現在他在農經界的狀況下 是沒辦法按出這麼多輕鬆兵的 而且剛剛左邊又送掉了一坨給葡頭牙 所以現在沒辦法去反制給對手 那條盾突然有生火了 生火可以治理了 好 好 日本開始往 居酒如人這邊戳進去了 看能不能打到點東西 要來打這個生頭戰術嗎 啊 日本打生頭好像沒什麼毛病 好 這邊不列電被弄了一下 稍微收穿 好 哥德爾終於可以開始玩遊戲了 看出非常多的TC喔 一直在蓋TC 毒砲也稍微有做到一點事情 雖然剛剛哥德爾經濟非常慘喔 但至少他現在村民樹回到54村喔 好 至少快要是他們 他們的第二名 村民樹第二名喔 好 那現在經濟最好的還是這個紅色 葡萄牙 74村 好 臭魚非常多 那現在經濟最慘的玩是日本 35村 雖然前期刺頭做到蠻多事情的 但一刀城堡時代喔 還是有點難受 因為自己經濟有點落後 好 這隻臭魚看來是沒救 好 來看一下經濟最好的葡萄牙 現在在幹嘛 捞魚 繼續捞魚跟伐木 他這裡沒有圍死 其實讓我意外 好 青裝兵再繞一下 看來要被招走一隻 青裝騎兵 差點被招 差點被招 差點沒招到喔 剩一滴 那個神聖思想 讓這個僧侶喔 變成45滴血 真的很有用 好 那條頓開始慢慢 招響了 招進去 博文帝已經被拆了 一座TC 後面伐木雪 被弄到這裡的農田也沒了 好 再繼續右側進攻 博文帝人這邊逐漸搬家 經濟越來越慘 只要弄到博文帝人農田喔 基本上就很賺了 因為博文帝人是非常需要 露這件事情的 雖然也是可以捕魚喔 但捕魚其實沒有這麼賺喔 撒農田還是會好傷一點點 但是免費的還是這一項吧 能補魚還是先補魚 好 這邊 開始集結一坨兵 我覺得這裡要用數量壓制喔 不能再給對手嘻嘻哈哈 這個大概被他拆 這個TC真的會受不了 好 這邊直接拆一根寶 這邊清奇兵來抓生理 抓掉了一些東西 生理數量其實還不錯 這邊應該可以再砍一隻老頭 OK 葡萄牙開始把城堡往外蓋 土耳其開始感受到壓力 那土耳其的 肉馬還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這邊針對 針對老頭來說還算是不錯的 這邊戶頭 哇靠 去的路人這邊一頭換兩頭 賺爛啦 這邊有效抵抗日本的入侵了 好調整繼續往上肥 這邊直接 用大量的馬上輕鬆兵 想要直接硬上 但是這裡沒有優先跟對方的 投資器先打 我有點尷尬 但最後好像有點打得贏 OK 這邊速度量碾壓 終於解掉條盾這一步的進攻 這邊要看的地方太多了 回到不列町這邊 不列町這邊持續給對手壓力 條盾這邊還沒有農出地洞城堡 好 這邊插一棟城堡 其實對話來說也是比較舒服一點 待會比較好弄上去 OK 終於要補了 剛剛講完就補 好 日本這邊也蓋下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位置還不錯 可以弄到一點 魚的位置 但如果能靠左邊一點就好 但是就像驅逐人這邊有 投資側的關係 所以城堡不能蓋在這麼鮮嚴的地方 很容易被針對到 好 這邊生鯉大隊再來繼續招翔 小盾突然變成了一個生鯉國 要不要信教啊 欸他好像本來就生鯉國 好像你們意外 性鯉國 性鯉國 好頂一下 欸沒頂到 大哥 你沒頂到就回頭了 簡單 這個不頂一下 這個頭車繼續打 好 那目前兩個人對寶 但 哥 哥的城堡果然被 所以 加上蜘蛛了 這個蓋不起來 這個城堡可能 待會兒 找機會再蓋起來 冰至零就50%了 低調的話 要損失300多時候 想要哥的非常難受 但是 不列甸家裡也是不舒服 家裡也被塗了行 哇這裡被塗了非常多的村民啊 不列甸這邊一夜回到解放前 村民只剩下74村 哇 最少村民是日本 52村 除了幾隻日本武士是這樣 日本武士 居然在團單出場 我以為是要在地後才有可能 好 城堡實在就出來了 好 陶盾直接要來硬插一根大坑堡 想要控他的金 好 土耳地這邊 有點難受 這根城堡難解 好 葡萄牙人這邊採出風琴炮 要來殺出去了 那這次風琴炮 改版 對步兵來說會比較有效果 那對其他當務來說 有點普普通通 而且稍微有點熱服的狀況 好 日本武士砍掉一台 投車 OK 這邊城堡立起來 欸 結果這邊還是把這個城堡偷偷蓋起來了 摳了幾台投石車跟奴炮 把這邊 家裡的奴兵給趕了出去 藉機把這個城堡蓋好 好 那這邊 優先點下地龍時代的是 葡萄牙跟哥德 葡萄牙有地龍時代之後 劇情投石機趕快出了 好 紅琴炮UAD依舊還是有點猛 但是對於比較遠的單位傷好像就真的沒這麼高了 好 你看打這個騎兵有點癢 要真的非常貼近的時候才會有傷害的感覺 而且傷害也沒有之前像這麼之前那麼痛的感覺 這個有感有 有感有差 好 日本這邊又被再次侵擾 土耳其這邊肉馬也在到處偷砍村民 好 驅逐洛人慢慢農了起來也點到帝王時代 準備要來跟你打一個帝王開打 好 日本人果然來打塔弓了嗎 日本人建塔弓是非常難慘的 好 到這邊繼續往上針對伯恩帝 伯恩帝依舊身符無法治理 太慘了 現在怎麼打呢 雖然已經解掉第一波馬上輕鬆斃的侵襲 跟僧侶的打法 但是他這一波要再繼續打馬上輕鬆斃是有點困難的 雖然還是有城堡啦 唉 兩棟 但是這個肉量可能會有點難續寫啊 他現在最大問題是沒有資源 這個肉不夠用 現在還是要轉一點輕鬆斃 去針對老頭 打條頓會比較好 好 升到帝王時代的精銳風琴炮也升好了 看一下這個風琴炮 直接殺到土耳其家裡 土耳其看來是沒機會到帝王時代啦 只能轉出馬弓 那土耳其的馬弓血量是最多的喔 再點下這個 異彩奇兵喔 就可以增加血量到100滴喔 加20滴血 加20滴血 可以增加多少滴血的流氧劑也好 反正最終是100滴 哇靠 這個葡萄人就還點下這個火神槍啊 火神槍可以讓土耳其的火槍單位 有這個刺繞彈道學的效果 喔唷唷唷 變得有點準欸 哇靠 欸 點下火神槍之後有感了 喔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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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唷 哇整批 騎士單位直接殘血 哇靠原來點下火神槍之後才是土耳其的完全體嘛 哇哇哇哇哇 我怎麼覺得點下土耳其 欸 點下火神槍之後比以前的 風琴冒還在強啦 哈哈哈 好強喔 哇靠 這個火神槍太狂了吧 哇靠 喔喔喔喔喔 好可怕好可怕 好 那我知道了 以後玩殘戰就玩土耳其就對了 地後火神槍加封琴砲射爛 你出奇兵單位 我也射爛 好 哥德威隊出來了 這邊來看一下這波大軍陸軍 不列天只有少量的勝率 加上後面殘攻兵的加持 但是依舊沒有用 這裡只要沒騎士或是見兵有事 殘攻兵依舊也是被屌虐 這就是我們說的 以前網咖打CD我有一個口訣 就是打 哥德 打哥德要出攻兵 好 我們就讓你看看打哥德出攻兵 會發生什麼事情 直接生不如死 各位 哥德最強大的地方來了 哥德衛隊直接屌虐不列天 不列天直接潰不成軍 再來再蓋上大石牆 想要爭取時間 但是他有足夠的黃金 應該有 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轉出大量的 劍兵龍師來反擊 那日本這邊 必須鬧屈毒羅倫 但屈毒羅倫也稍微反擊回去了日本 日本這邊經濟不太好 稍微有點被反打回去 好 看到日本快不行 屈毒羅倫開始來打條盾這邊 條盾這邊還在奴隸的 在跟博恩帝人互打 博恩帝人這邊好像有稍微守住了 這邊有一波進來鬧的 家裡還是有輕鬆兵可以守住 那看來博恩帝人還是有機會可以活下來的 那這一坨 風行砲很難受啊 那看來是要出火炮才能解決 火炮來打會比較快一點 把土耳其人突然一夕之間被滅過 突然有火器單位 這個世界真的並不一樣 實在不一樣啦 大人 人家有槍啊 哇 這邊想要直接突破城門的防線 而且這裡只是上躲牆 靠 超意 4000滴血 欸 直接開城門 趕快把城門鎖起來 趕快趕快 不要蓋城門了 蓋躲牆就對了 這邊的蓋躲牆比較實際 OK 持續進攻的哥德仁 不祥散罷甘休 但是這邊路過的 土耳其人有點尷尬 直接在戰火面前走過去 但還好土耳其人的隊友是哥德 趕快來投靠哥德 好 日本武士加一些疾兵 稍微反制了一下哥德衛隊 非常無用 日本武士砍哥德衛隊就是痛 爆痛 哇 直接爆血 好像可以砍三分之一啊 感覺哥德不應該惹日本了 日本這邊轉出大量日本武士 就沒戲唱囉 但是日本的城堡沒了 被這個 驅著 被這個哥德偷偷投掉了 哥德這邊 直接搞兩國 非常狠 好 持續 日本武士的日本 只能轉出常見兵 開始升常見兵的升級了 驅著羅倫 現在看到日本快不行了 開始主攻條盾 條盾這邊 可能對博恩帝的控制力 稍微下降了一些些 就不能再去深入他了 但後方又遇到了對手 葡萄人在後方 博恩帝人這下很慘 這根城堡直接插爆兩根TC 然後夾攻 好 看下這波大軍 葡萄人來拯救不列顛 不列顛能夠活下來嗎 看起來是能火 這個哥德大軍沒有入先進來 最後躲牆拯救了他的生命 這下老大哥來了 好 但是投石車打風情報其實很有效 哥德看是有備而來 但是距離投石進擊架好 直接砸爛三台 非常漂亮 好 哥德看到情況不對 要來撤退了嗎 再打個一發 有點歪 你這時候架起來有點會來不及 可能會被對手先換掉一台 欸 居然有點歪啊 好 但是對手也很歪 兩邊一個鋪頭 看起來互相砸爛 OK 但是風情報直接上來 直接子彈 距離投石 哇 巨頭直接 消失 在子彈中消失的巨型投石機 太狠了 好 哥德威隊直接 看弄哥德不成 弄不列顛不成 直接回頭弄日本 完蛋了 日本只能四處逃竄 原來還在封建時代 大暴落馬 造成經濟太差 只能撤退 這就是我們說的 軍事跟經濟要平衡 你一旦沒平衡 你一旦沒平衡 你就會 變成時代的塵埃 消失在歷史的塵鴻之中 這就是日本 好 那條盾人這邊 也沒有再繼續 鳳凰強攻了 把那些部隊 派來到了曲的盧倫正面 強來反擊 那還好 條盾的疾兵單位 其實蠻坦的 對上這個 這個 驅逐盧倫的寶兵 其實有點癢 哈哈 那驅逐盧倫的寶兵 是這個 近戰傷害 所以打這個幾兵 只有一滴血 雖然有串燒效果 但是非常的癢 哈哈 哇 條盾其實蠻康的 驅逐盧倫的 這邊打起來還算不錯 好來回到正面戰線 葡萄阿牙這邊 很多單位也是被換掉了 這邊繼續換頭車想要反擊 好 那現在葡萄阿牙的 用巨頭直接硬斬 葡萄阿牙的火槍 這個風琴炮 打這個 工程器 真的傷害變很低了 這邊打布兵傷害是有點高 當然 哥德衛隊的傷害也是不錯的 重點是造價便宜 我就跟你換 哇 哥德衛隊突然反殺了回去 這就是我大哥德嗎 好 哥德已經把 把日本處理完了 料理完之後 把大軍直接往回派了 這次也可以往回派了 好那接下來 後面就是驅逐盧倫隊友 哥德只要專心對付 風琴炮 加上常攻兵就可以了 這邊要趕快升級這個 步兵科技喔 裝甲步兵趕快升了 對對對 不列兵器打步兵是OK的 三攻三防都有的 轉出這個劍兵勇 可是打哥德也是還有機會的喔 不是說完全沒機會的 給哥德繼續用自己的步兵爆 把這個 風琴炮給逼回去 好 日本這邊被追到這裡來 哥德直接殺到中間 得罪雷方丈還想逃 哥德表示 日本表示沒有地方可以跑啦 太難受了 好 橋盾的強大騎士團已經出來 神呂加上 洞裝騎士 還有一些疾病 但是沒有工程器啊 工程器都被解光了 好 魔力這邊轉出了火器單位啊 火器部隊出來 火香兵剛剛有說過 額外傷害加成 攻擊121的火香兵 加上攻擊力50的火炮 非常強大 好左邊這根城堡可能要趕快解一下會比較好 但是這邊啊 看到條盾專心打屈毒羅人 所以這樣有利可圖 趕快反打回去 哇現在戰況非常膠著 但是 風琴炮這一國的人 還是相對劣勢一點點 因為伯定再次復活了 屈毒羅人也打贏 哥德也是開始 狂送猛送 狂送猛抽 抽這個劍 所以這個風琴炮抽大量的劍 好 好 看起來風琴炮到的後期是不能用的啊 對於上哥德威隊居然沒有效果 還是要轉火槍啊 但是數量真的太多了 好 狂獵甸的常見兵 神科技好雙手見兵了 看數量其實有點不太多喔 被哥德威隊打還是有點痛 好這裡要反打一下 好 進入城堡的防守射程 但是怎麼好像又被數量擰壓 這個捕獵甸的集結點 有點在下水餃啊 唉 看了好難受啊 受不了受不了 好 欸 該不會捕獵甸 不是 伯根蒂要來革命一波了嗎 這邊點一下板甲技術 看一下有點像是要來升步兵科技 直接轉革命喔 當然這邊應該是為了疾病而生的 不是為了革命 這邊升革命對伯根蒂來說沒什麼好處了 好這根城堡劍好 稍微可以抵擋住哥德的侵略 這裡有洞兩座城堡防守 後面就是大量軍營 好趕快補下二攻 弓琴砲稍微擋下來 哥德的衛隊 狂暴猛掛 哇這個 這個這個 哇不行了 哥德真的在下水餃了 太淡了 雙手劍兵的優勢慢慢打出來 劍兵勇勢三攻補下 開始有料了開始有料了 OK哥德開始被壓制回去 驅逐羅倫直接入侵了條盾 條盾想要被兩頭夾擊 羅恩帝加上驅逐羅倫的聯合夾攻 讓條盾直接失去了最後的領土 打出了GG 然後恭喜不日條 不拿下了這場 誒不是 講錯 柏驅哥土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哇這個非常漂亮 很難得看到這麼精彩的團戰 這個打了你來 有來遊玩了 大家各滅戶景 各滅溢價 那兔爾西後面這裡慢慢復國了 復國之後也開始也可以來針對不列天這邊 那我覺得不列天這邊打的 算是有點尷尬 遇到哥德一直要硬出弓兵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除非你可以 即時的把哥德打殘 讓他沒法升到帝龍師再爆兵 那就還有機會 那你一旦要爆出哥德衛隊 那你就要趕快爆出這個 見兵勇士了 可惜喔 那葡萄島這邊打的也是蠻漂亮的 直接用風行炮把這個圖爾西給滅掉了 那後面這個沒有專心把伯恩帝滅掉 也算是個伏筆吧 如果伯恩帝能滅掉的話 加上土耳其 加這個風行炮一起來滅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哥德這邊感覺 也是打得非常好的一邊喔 因為他的一個人扛兩架 偶身扛三架喔 他把日本滅掉之後 再反頭來打不列天 然後再上去遇到葡萄牙 風行炮也敵 也反擊了回去了 他也沒混兵耶 他就單純就是哥德爾衛隊喔 直接反殺而已喔 非常漂亮 那去的路人打的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伊康樂吧 跟日本 幹懸之禍 幹懸 斡懸 跟日本斡懸之後 然後再繼續主攻條盾 也沒有跟日本打到最後 日本反而最後是被哥德爾給滅掉的 那我覺得 這個地圖我真是蠻有趣的喔 這個後面這個魚喔 都吃得乾乾淨淨的 吃乾我淨 一開始有這麼多的魚群 都吃得差不多了 但最後還是要撒田啦 因為你只靠這個魚群 要支撐這個大軍的數量 其實還是不夠的 農田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雖然需要消耗一些木頭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應該沒意外 就是勝利果會比較多一點 好葡萄人果然在裡面比較多的喔 但是果然沒有出港溫大三單是對的 經濟就會好一點 而且出的單位也會比較多 哥德爾這邊則是肉類是第一名喔 那他這邊真的玩得不錯 確實哥德爾要 拿到肉量第一名喔 才能爆出這麼多肉來 那其他人的話 部分驅逐羅人肉也是蠻正常 也沒什麼太大特別的地方 條頓這邊 不是條頓 果冠地這邊也是 經濟還算不錯 雖然被逼到角落 但是還有苟住最後的經濟喔 經濟也沒到非常慘 那日本這邊就很慘了 這邊封建爆兵的日本 直接原地往生喔 還要被人家進攻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日本前面為了幫隊友做事喔 捨棄了自己的經濟喔 也沒辦法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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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